沃兹尼亚齐 左 夺下生涯首座大满贯金杯 法新社 记者两委民众和报道 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决战 丹麦田新沃兹尼亚齐Caroline Oshniaki 技高一筹 基站近三小时 中斜7比6 7比2 3比6 6比4 托卡罗马尼亚 现任世界球后哈勒普 Simona Kelp 沃兹尼亚齐 生涯首座大满贯金杯到手 不但睽违六年重返世界第一 也终于一扫四大赛皆空的无冕后阴霾 世界排名占据第二的沃兹尼亚齐 确定决赛胜利到手时 情绪激动当众丢拍倒在场上 双手掩面久久无法起身 这是他自2009 14年两度美网决赛失利之后 第三度假逐大满贯金杯且顺利攻顶 多享400万澳币 约9442万台币 高额奖金 沃妹也将自2012年1月后重返当金球后宝座 整整相隔六年才有登顶 让他也缔造网坛公开赛时代最久的复币记录 沃兹尼亚齐魁为六年重返世界第一欧兴社 27岁的沃兹尼亚齐是本届傲网第二种子 总计与年轻一岁的头号种子哈勒普 对战七次如今丹麦田兴不但把优势扩大为五胜二负 更完成对战四连胜之于哈勒普则不改其悲情宿命 继2014 17年两度法网争后受挫在苦吞大满贯决赛地 三败而且球后头衔又拱手让人更令他失望之情 一余言表 沃兹尼亚齐神雅首作大满贯金飞到手美联社 沃兹尼亚齐早四大赛皆空的五年后阴霾欧兴社 沃兹尼亚齐美联社 沃兹尼亚齐路透 沃兹尼亚齐击败球后哈勒普路透